各位粉丝大家好 经常在篮球场上 我们都属于篮球场上的小个球员 经常在各种比赛当中 会遇到大个球员来到低位 来下来对我们进行 在身高方面优势的进行 当他运球的时候 等于是他在运球准备 通过体重身高来压迫我进到内线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的中心高 那这是你肯定挺不住的 他体重也大 他就进去 我们的中心还是要降低 当他运球 我顶住他的腿 他是进不来的 如果当你顶他的腿 他很恼怒 觉得你给他一些力量的对抗 他可能就会挥走 这时候他挥走 就可能是照顾他进攻的犯规 那通过防接球推出进区 之后如何防住他拿球在头顶 和运球进攻 到如何制造他的进攻犯规 那作为小哥球员 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降低大哥在身高体重方面的优势 最终你也可以通过自己力量和移动速度的优势和方法 来防住大哥来向进攻 你可以学会吗 记得点赞关注我